肖战与杨子二度出演现代剧,王一博被曝意外客串,网友,我该看什么? 肖战杨子二度出演现代剧,王一博被曝意外客串,网友,我该看什么? 他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 自从《余生请多指教》上映以来,肖战就没有拍过太多的当代电视剧了。 唯一一次是跟任敏的古装童话《玉古摇》。 至于这件事,肖战的下一部创作将是一部现代剧。 大家可能会觉得杨子这两年一直在拍古装剧,所以他也会接一些新的电视剧,让人不觉得无聊。 而听说王一博要出人意料的客串,大家都兴奋了起来。 但是问题来了。 这是一部全新的电视剧,一部主打男女主感情的电视剧,没有刻意塑造男女主之间的关系。 跟古代男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。 这意味着,即使肖战和王一博再次联手陈情令上的CPA也没有了。 不过,这也是一件好事。 既然两人都有自己的发展,就没必要再继续纠缠了。 只是做更多的事情。 话虽如此,曾经羡慕CPA的观众们,心中还是有些失落。 甚至有人开玩笑说,这次为无限要追妹子,多惨啊! 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